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老挖那个9毫米的超级广角镜头 去接拍去怼脸加闪光灯的一个体验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这个Vlog就是很短 因为其实我拍的时候当时也是临时起印拿着佳能M50 我想知道他接拍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当时为了解决M50的4K 裁剪系数过大 那么我觉得是不是拿一个超级广角的一个镜头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当时就找别人借了一个老挖的9毫米的那个镜头 这个镜头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去介绍了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那么这个镜头呢 果然解决了大概是4K的彩剪的问题 M50的 它差不多和拿正常的套头的15端差不多4K的话 但是它因为没法自动对焦 所以手动对焦 那就整体使用起来还是蛮OK的 画质呢我觉得也无所谓还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在解决4K问题上是OK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想说的就是 当我当时做了一下测试了之后 我就回过头来去想想看这个接拍 能不能接拍 所以老挖的那个镜头呢 它也是有标识的 所以就可以拿来接拍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去拍一些照片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其实在之前呢 我街拍包括去日本的街拍 全都是用28毫米的一个镜头来拍 那么28毫米呢 有的人觉得我要是离得再近一点就好了 其实28毫米离得很近 还是会比较广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广角的了 那么这次用的是9毫米 虽然说你看着觉得好像 之前那些照片看的是全身的一个样子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 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在画面里面 但实际上我离它真的非常近了 因为之前没有用过9毫米的去接拍 因为这样也挺崩溃的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连50毫米 都不敢去接拍 去怼着脸 那我用9毫米去接拍呢 我自己心里也有点醋 拍了之后呢 我没想到在这么近的距离 比如说我在大概一两米的距离 能够拍到全身 确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那也许风光摄影师也许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确实没有拿9毫米去上过街 头上去拍 但是还是蛮出意料的 能够完完全全把整个人都拍了 当然因为它是广角 它会把人给拉伸一点 或者是说压缩一点 如果你速的拍的话 会把人拍的非常矮 当然这是无所谓 因为镜头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在里面 因为它的偷视或者它的视角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老娃这款镜头在接拍中呢 其实不太合适 因为9毫米谁会拿它去接拍 但我想说就是这个镜头本身的素质还可以 还是不错的 那用它去接拍 包括用M50带上闪光灯 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就是 其实是我离这个人其实非常非常的近了 基本上就是快轻伤了 可能只有半米的样子 然后拍闪光灯打开半米到一米 然后可以看可以拍到全身 那个人他的眼神也是非常 有点突然被闪了 有点生气的这个样子 但是好在也没有被打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因为我拍的特别快 我就如果你看我之前的Vlog的话 就知道我拍的特别快 就咔嚓一下闪一下 然后就走了 这个人也许以为我在拍其他的东西 因为当时后面还有个商店什么之类的 但是拿过来回头看的话 觉得既然拍了这个人 显得这么远 就感觉我好像拿了一个35的镜头 在大概5米左右的样子去拍了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回头看这些照片 其实很多照片拍的不是很好 我自己喜欢的也就两三张 只是说今天再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种街拍的体验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我并不是在跟网上留言 或者弹幕说有点赌气或者之类的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觉得我拍的很广了 然后离别人不够近 我觉得这样也没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或者看视频的时候 你自己是没有28毫米这样的一个广角的感觉的 其实真的是没有的 就是你可以试着看拿28毫米 或者你拿全画幅的18的那一端去拍一下 看看你眼睛看什么样子 然后实际拍成什么样子 所以这次我就试一试用9毫米的去拍 那9毫米的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不一样 其实也很难有特别好的照片 因为其实我觉得街拍应该把环境拍进去 所以我并不会用特别小的数值的一个光圈 就是它其实是个特别大的光圈了 不会做一些背景虚化 因为我觉得环境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用9毫米的话确实环境太多了 所有的环境都有 比如说我在10路口去拍9毫米的话 那非常远的一个天桥啊 树木啊 特别远的车 它都全部能够被捕捉进去 那整个画面呢 其实是很难控制的 那么在拍人上面呢 像我刚才说的 你离一米两米的这样一个距离的时候 其实你都能拍到全身 其实是不太具有冲击力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9毫米确实不太适合解拍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离人非常近的话 那9毫米呢 就是相当相当相当的近了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照片 就如果你看现在看这个Vlog 这个大概是一个18端的一个四角 就可以看到我背后是什么样子 我的书櫃 然后后面是沙发 那么用9毫米的话 那就是这张照片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就非常非常的宽广 非常有种非常往进去拉进去的一个深邃的感觉 所以9毫米它非常非常的广 如果说你要真的拍怼脸 比如像这个样子把脸怼的这么近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到面前 就基本上可能就没有多少距离 几十几十厘米了吧 所以我觉得整体感觉 9毫米去接拍的话 还真的是很训练你的胆量 就是你要离人非常非常的近 然后你还要开闪光灯的话 你会离这个人特别的近 然后特别的有一种冒犯他感觉 你看这么近 还得开闪光灯 比你哪50毫米开闪光灯 要恐怖多了 对不对 就要恐怖多了 所以接拍你就必须得非常快 然后你得要稍微装傻一点 你继续这么近的距离 然后咔嚓一下 然后你就不好意思弄错了 相机不太会摆弄 这闪光灯怎么关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也拍了一些不错的照片 我觉得虽然就两三张 但是我对镜头的感觉 我觉得又有了新的一种感觉 虽然我后面不会再去用9毫米去接拍了 因为确实有点没有什么意义 就像我刚刚说的场景太大了 人应该非常非常近 冲击力也会很小 但是它比较适合去风光去拍摄 只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 非常非常特殊的体验 那么我觉得呢 如果你看到我的vlog 一直知道我是用28毫米是拍的最多的 然后其次是35 后面会给大家再分享 为什么我非常喜欢28 只是说如果你觉得9毫米拍接拍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在这里说说你可以去试试9毫米 你自己试试 然后再过来跟我说 不是这样的 我想说你也可以去试一试28毫米去怼脸接拍那种感受 也许你拍了之后就会觉得9毫米其实真的有点有点难以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今天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vlog了 我并不是在说我有多强多不要脸的去接拍人 但是我想说是我真的体验了9毫米去接拍 怼人脸开闪光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是一种非常刺激的感觉 我觉得接拍中你必须要寻找一种足够的刺激 足够的一些故事 足够你能够跟环境交互的那种感觉 你参与了它 但是你又旁观的去看它 就这种非常刺激能够让你血液 有种沸腾的感觉 让你能够下一次再走上街头 那种非常冲动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9毫米这个呢 我不会再去拍它 然后因为镜头也还给别人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嗯 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热血沸腾 真的就是我和你们其实是一样的 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敢去 35的你都敢怼脸对吧 平时我都用28的怼脸 现在用9毫米怼脸 就是你怎么敢去做这种事情呢 就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拍 就是很不敢很难去拍这个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尝试过一次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 你用28毫米 你尝试一次怼人脸开闪光 然后你那张照片拍的还不错的时候 你拿过来看的时候 你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所有所有的都值得了 所以当我这个9毫米拍的时候 我看到至少有两三张照片还可用的时候 我觉得 哇 我觉得我真太猛了 哈哈 好那这就是今天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分享 那么就是9毫米的呢 街拍的一种体验 那么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了 欢迎点赞分享评论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去评论 然后跟我私信 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回复你们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一次呢 期待你们拿着28毫米去街拍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